妈妈带着确诊COVID-19的孙小弟 住进专责病房 三岁的她疑似患有 罕见疾病 迪兰式症候群 咀嚼消化功能不佳 肌肉张力不足等因素 让她生长迟缓 体重不到8公斤 就像是一岁的孩子 妈妈与平时看诊的 她被慈激医院联系 担心发烧呕吐等症状 会让孩子的身体无法附和 因此安排住院 医疗团队讨论治疗计划 先根据体重补充适当的电解值 定时监测呼吸心跳与血氧 同时也备妥抗病毒药物 孩童确诊后一个月内 仍有miss c的风险 也会安排孙小弟进行后续追踪 医师提醒 儿童确诊康复 仍要持续观察 当反复发烧 活动力与食欲差 要尽快送医 大爱新闻 黄新闻郭家旭台北报道